一名匪制軍官說 與基尼組織有聯繫的伊拉克境內激進分子 對於釋放45名匪制聯合國維和人員提出一系列要求 提科爾托加准帳星期二說 勝利陣線要求將該組織從聯合國恐怖組織名單當中除名 並且要求為大馬士甲周邊地區運送人道救援物資 以及為三名戰死的該組織成員提供賠償 勝利陣線星期四在窩蘭高地綁架了匪制維和人員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呼籲釋放這批維和人員 他星期一說 聯合國的關機構正在就釋放維和人員的問題和武裝組織談判 愛爾蘭國防部長星期一說 愛爾蘭下個月向窩蘭高地增派維和人員之前 必須要首先得到聯合國的安全保證 齊仲敬 acute 對